台北市的立委補選 是打得火熱 國民黨參選人王洪威 在日前是接獲到了恐嚇電話 警方在七號晚間逮捕到了嫌犯 蔡姓男子 對方是公車 因為不滿王洪威的近期言論 才打電話恐嚇 事後是以恐嚇罪移送 而王洪威也感謝警方 並希望選舉不要造成社會的對立 而至於對手吳怡農 是端出了政策牛肉 主張是要遷建松山機場 改建公園 台北市立委補選倒數 國民黨王洪威六號接到恐嚇電話 被警告不要再講黑道 否則會開槍 王洪威第一時間趕緊報案 警方二十四小時內逮捕 范賢蔡姓男子全案落幕 一早到中山區入口拜票的王洪威 感謝警方快速破案 王洪威也說不會再回應無謂的政治口水 希望這次選舉不要造成社會對立 暴力和出現暴力之氣 至於多次喊話打一場乾淨選舉的民進黨 吳怡農 八號舉行首場政策發表會 喊出簽建松山機場蓋公園 吳怡農強調松機是影響選區發展最大的障礙 也是從市長參選人到基層里長都關心的議題 不過王洪威回應 蔡政府執政六年 從未提出具體規劃 難免讓人懷疑 吳怡農高喊簽建 指示再次淪為紙上談兵 記者王新中 邱福財 沈志明 趙文淳 謝正麟 台北報導